还有几个世家也纷纷提出各种要求 大家都觉得将时间浪费的太亏了 第五清柔狠狠的出了一次血 才将这些二世祖们一个个的送走了 这些霍乱的根源走的时候 中州城的江湖人也基本上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面对金马骑士党的一片狼藉 面对中州城的一团乱象 出了大力气 却到头来什么都落空 只聚拢了不到三千人的第五清柔 发飙了 而前段时间正在嚣张 如今越来越嚣张的保皇党和皇族成员 就直接承受了第五项爷的滔天怒火 各大家族搬走的第二天 大赵中州突然被三大兵团包围 随即三大兵团浩浩荡荡的开进中州 然后中州的成卫军等等也全部集结 一天之内 整个中州所有的大街都充满了军人 几乎是没走两步 就有两个杀气腾腾的站着 第五清柔筹谋已久的大清洗 开始了 这次毫不留情 第三天 中州城被鲜血整个染红 血腥气直冲小汗 韩不楚浑身裹着厚厚的雕球 搬了把沉重的太师椅 端端正正的坐在五门 身后是一对杀气冲天的武士 不断有刀头低血的武士 快马前来禀报 韩不楚手中提着的名单 足有厚厚的一大锣 排得对的杀过去 犹如发福利一般 哪一个死了 就在他的名单上 将名字后面画个勾 一张杀完了 扔掉换下一张 全家抄斩 九足尽诛 第五清柔从来没有在本国中如此杀戮 但是这次 却像是吃了秤妥铁了心 必杀令一旦发出 绝不收回 宁可错杀 绝不放过 前任宰相 尚书 御史 等等 连一些皇族的王爷 驸马 王子 皇亲 国戚们 几乎就是排好队等着哀悼 如狼似虎的军队一旦闯进哪个大宅子 那就是扑扑的血气冲天 惊呼惨叫声不绝于耳 须语走出 里面就只剩下一地尸体 临时皇宫中 当陆仁甲大总管下令抵抗的时候 却见到皇宫守卫将军一脸的现象 将大门通通的打开 迎接亲爹一般的将这些反叛的军队赢了进去 随即就是毫不留情的大杀四方 因为第五清柔曾经说过 这个世界上最可恶的生物就是太监 所以这句话就直接导致了皇宫里的太监无疑幸免 负责杀太监任务的这位将军 乃是曾经被陆大总管迫害过的一位官员 这位仁兄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命令人将陆大总管拎着跟在后面 每杀一个小太监砍一个头 就将陆大总管的脸凑到那砍断的脖颈上去 于是狂喷而出的鲜血就喷他一头一脸 下一个再凑上去 等到杀完了 陆总管已经是浑身被血浇了无数遍 只发出一声惊恐的大叫 然后四肢就抽出起来 随即下身前后同时爆发 最后一团烂泥一般瘫了下去 竟然是被活活的吓死了 所有知晓内情的人都狠狠的吐了口措磨 说上一句活该 的确是活该啊 倘若不是这位总管大人的一句话 今日数万人的死亡就完全可以避免 花花轿子人抬人 大家面和心不合的打着哈哈 怎么也能够再混下去几十年呢 但是他却一句话激化了矛盾 终于使得这一切都不可避免 一般人看来 这次疯狂的杀戮 似乎是第五轻柔这些年积怨的一次宣泄 你们不是对我不服吗 你们不是阴谋对付我吗 好啊 那我就全杀了 省得你们再搞什么小动作 但只有少数的明眼人才看出来 第五轻柔这次清洗 完全是在做准备 为了来日与楚颜王和铁补天 在疆场之上的大战做准备 数年没有亲自出手亲临战阵的第五轻柔 这次终于要亲自指挥这一次问鼎天下的战斗了 与生平禁敌的大战 不允许存在任何阻挠 不允许存在任何的不和谐的声音 倘若第五轻柔在外战斗 这些人在朝堂老家却来一个阴谋捅刀子 第五轻柔受不了 不管是粮草 军械 战马 军队 后勤等等等等所有的调配 任何一点出现失误 那就是万劫不复 面对楚颜王 铁补天 铁龙城 三大劲敌联手 第五轻柔丝毫不敢大意 任何一点疏忽都足以毁灭整个大军 原本他不在乎 因为不管在朝在野 第五轻柔都有信心掌控一切 但是近年来一次次的失败 虽然都是局部 虽然都是丝毫不伤筋动骨 却让第五轻柔警惕之心提到了最高 中州清洗之后 接下来 这清洗的浪潮 就一波一波的向着全国各地的城市 一路血腥的继续下去 所有空出来的职位 都被第五轻柔一系的人掌握 上下一心 据说 这次清洗完成之后 第五轻柔站在中州城头 看着全国之内腾起的雪雾 和冥冥中那数不清的冤魂 负着手淡淡说道 我曾经说过 我要让这天下在我的手中统一 纵然不能统一在我的手中 却也要经过我的手 相比起千古霸业 这数万数十万数百万人命 又值几何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大赵上空寒风凛冽 惊奇烈烈飞扬 长空万里之中 已经带着一点点春意 皇宫中 皇帝赵哲陛下在瑟瑟发抖 这位生长在温室中的皇帝陛下 他是做梦都想不到 第五轻柔的手段竟然这么狠 竟然这么血腥 丝毫不留余地 皇族尊严 他根本不在乎 数万生命更不在乎 文武百官根本不在乎 所有人到他的手里 就只有一个字 杀 一侧的宾妃们都挤在一起 翘脸发白 毫无血色 身体颤抖得如同风中落叶一般 第五项爷到 门口一个军事举着燃血长刀一声通报 却仿佛是拉响了丧钟 第五轻柔来了 他来干什么 赵哲陛下嘴唇都发紫了 没人回答 一片寂静 沉稳的脚步声传来 第五轻柔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 从容不迫地一步步走进来 他的身上穿着一件普普通通的棉布袍子 就这么背着手 湿湿然地走了进来 脸上的神情依然优雅 依然平淡 似乎万物都不盈于心 但是赵哲却似乎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地域恶魔 两眼翻白 几乎要晕着过去 陛下安好 第五轻柔问候了一句 安 好 安好 相爷安好 赵哲努力控制着面部肌肉 想要露出个笑容 不要失去凤子龙孙的嫉妒 确实没有成功 第五轻柔覆手而立 眼睛微微地一撇 一个侍卫连忙搬过一把椅子 放到他身后 第五轻柔这才微微一笑 雍容地坐了下来 陛下 嗯 嗯 你我君臣一场也算是缘分 第五轻柔微笑叹息着 我原本以为呢 我们可以君臣相得 同行协力一统江山 共同站到巅峰 供世人膜拜 我有一统江山的能力 也有一统江山的气魄 只可惜 陛下您对我 却始终不加以信任 第五轻柔长叹一声 怜悯地看着赵哲 你这是何苦来由啊 是 是 是真的错 赵哲眼睛不敢看他 颤抖着说道 嗯 是真的错了 第五轻柔轻笑 当年你不信任我 我迫不得已 在战场上找机会 握全力 这没想到 其实 那样比有你赋予我兵权 要强得多了 第五轻柔 微微眯着眼睛 似乎想起了 当年的那场惨烈大战 一场场的交换 一场场厮杀 堆砌起了 我第五轻柔的 不是冥王 也堆砌了 无数的战功 让你不得不封杀 而到了一定地步的时候 前线的所有指挥权 都在我手中的时候 大局已定 你已经无力掌控于我 第五轻柔的声音顿了顿 接下来 南征北讨 一来铲除异击 二来 在世人眼中 我是无所不能的统帅 甚至在铁龙城的眼中 也是我在掌控战局 为了一次一次的巨大战功 但是他错了 我所要求的不是战功 而是权力 就在那段时间 整个大兆帝国 一千两百万军队 都被我在不同的时期 调入了战场 我要的是与军队的熟悉 是军队之中将领的信服 以及 我对美支军队的掌控权 因为那些 我清楚你不会给我 所以我只能自己去争取 无数的陷阱 铁云固然损失巨大 但大兆死的人 却比铁云只多不少 因为有太多的人 都是我亲手设置的陷阱 将他们引入铁云的埋伏 那些人都是忠于陛下 忠于大兆的 但我却因为你的不信任 对那些人也不信任 因此 我要的是忠于我第五清柔的 第五清柔常常叹息 终于等到战争告一段落 铁云积若难返的时候 我停止了战斗 携盖世军功返回朝堂 所有人都以为 乃是我故意给铁云以喘息之机 其实不是 第五清柔道 因为那个时候 我只有军队 没有政治 所以我必须要回来 打造一个我能够掌控的政治局面 而且那个时候 皇室对国家的掌控 还很是有利 就算我灭了铁云 你再灭我也只是举手之劳 所以我不能在那个时候开战 所以我放弃了战争的大好局面 回来着手经营后方 若是那时你能够信任我的话 现在我已经给你打下一个一统江山了 可惜你没有 所以等到现在 你想要对付我 已经晚了 军队才是硬道理 你手中没有兵 没有将 就凭这一帮子俘虏 居然就想要对付军队的领袖 陛下 你不觉得这太可笑了吗 赵折脸色惨白 眼神发直 很多话想要说 而且很多话 都是很多年之前 就想对您说的 但今天到这儿 却发现一切都没有必要了 第五轻柔淡淡说道 已经不用说了 或者是我的心境发生了改变 但是现在 却觉得自己有些幼稚了 今天来找你说话 示威本身就是幼稚了 说完 第五轻柔站起身来 连看都不看他 风轻云淡地走了出去 随即 外面就响起第五轻柔的声音 把这里疯了 让皇帝陛下在里面好好地生活 从今天开始 许进不许出 直到 这次大战结束 是 大战之后 倘若我们胜了 就将皇帝陛下拉出去 看看这大好局面 然后斩首 若是我们败了 直接斩首 灭九族 是 赵哲在里面听得明明白白 眼睛一翻 晕了过去 不论胜败 结局只有一个 死 第二百三十二集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放进去 我会把这些许赛 并不得了 好 我会把这些许赛 就会把这些许赛